今天,蒋敬夫家暴女友世界闹得沸沸扬扬,相信很多网友都没想到,以往从外表和性格看上去,就是一个乖乖胆的蒋敬夫,居然对一个弱女子实施暴力。 在被前女友中普悠花付出蒋敬夫家暴病逃回国内之后,蒋敬夫也很爽快在微博承认并告歉,不过随后她的好友出来解释,趁,是因为蒋敬夫女友甲运片房,且爱去泡夜店,蒋敬夫才受不了大打出手的,然而事情再度白转。 11月21晚,蒋敬夫前女友中,普悠花再次在个人社交账号发文,并塞出脸部于清兆,否认之前蒋敬夫及其好友对她假议骗婚骗房的指控,声音如下,我其实根本不想发布被理事宝的相关信息。 这样一来,你终于有所行动了,真的想道歉的话,就不是发微博,而是直接跟我道歉,并且现身赎罪,你都藏了一个月了,现在才想起来道歉吗? 我一直在等你联系我,一直相信你,然而呢,等待了这么久,你只是在微博上道了个歉,我其实有很多话想对你说,看来你只关注这里,那我就在这里跟你说,你踢掉了你的孩子,我被你踢肚子踢到流产,我曾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帮你借掉暴力,我们也曾一起正式并努力克制你的暴力。 我朋友和家人的联络方式都被你删除了,这四个月每天二十四小时,都是一直跟你在一起,我的手机也是你拿着的,都这样了,怎么还能像你们说的那样与别的男人也不正当交有关? 戏,早点自首吧,也不要在网上翻步不实的信息了,如果中普又华文中说的是真的,那蒋进夫也太狠了,家暴就算了, 还专门踢女友的肚子,一直把她提到流产,这是一条生命啊,蒋进夫怎么下的了手? 而且把中普又花打流产之后,蒋进夫就逃回了国内,并且没有对前女友道歉,只是后来迫不得已在微博上发文而已。 这样的男人,表面假装有担当,实际上弱弱到了骨子里。 无论什么原因,都不是她动手打人且打到流产的理由。 中普又花还在文中说,一直很努力的想帮蒋进夫借掉暴力,而中普又花的好友在之前就报过了,称蒋进夫不止一次对女友动手。 到在七月份的时候,蒋进夫就加暴过女友,中普又花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曾向好友求助,称为蒋进夫加暴,并被她控制人身自由,不准跟任何家人朋友联系。 连跟朋友发个时寒温暖的私信,都让人不要恢复,可见蒋进夫对她的控制到了什么放心病狂的地步。 中普又花好友还筛出了与中普又花的聊天记录,下面还有具体的聊天时间,可信度还是很高的。 在对比中普,又花在个人账号上的发文,看来蒋进夫是真的有控制女友的社交自由,蒋进夫前女友给好友发信息。 最后都被蒋进夫要求写上,不要回复看来,蒋进夫这波是喜不白了,不过她早就宣布退出了娱乐圈,也不会影响到她个人的利益,倒还是希望,她敢作敢当,打人了就不要再逃避了,给前女友一个真正的道歉,也承担起打人的后果吧。 你们说呢?